川普和拜登的第一场公开电视辩论会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 根据CNN的最新民调 6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表现比较好 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表现较佳 而全球无数的媒体与观察家也都提出一些看法 其中绝大多数的分析都跟CNN的民调结果相符合 觉得川普钱驴即穷 胡搅蛮缠 相信之下 拜登比较有风度 讲话也比较有根据 在谈到我对这一次辩论的观点之前 先跟您分享一个小故事 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看过一个综艺节目 那天有一个单元是当时的当红歌手任贤奇来打歌 任贤奇是最早将饶首歌Rap的风格引进台湾的歌手之一 由于Rap在那个年代很罕见 所以制作单位就安排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企划 让他用Rap的方式来模仿叫卖 或许为了要增加现场的气氛凸显他的才华 因此也邀请现场观众来参与 于是就有一个男士举手上来 自愿充当任贤奇隔壁的小贩 两个人一起叫卖 没想到主持人一喊开始之后 那个人马上就大声的吆喝 而且国语台语夹杂还带动作 任贤奇当场愣在一旁说不出话来 到了一个段落主持人喊停 疑问之下才知道那位男士的职业 就是在夜市摆地摊叫卖的小贩 任贤奇跟主持人也只能够在鼓掌之余 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任贤奇会吸引的观众 都是喜欢听流行歌的年轻人 他当天准备的也是动感韵律兼备的歌曲 加上饶舌 但没想到碰上一个完全没有韵律感 没有节奏感 也不按节目企划轮流的表演 一上场就大声吆喝的摆地摊的小贩 如果当时制作单位坚持要捧任贤奇 完成原定的打歌计划 也许就应该要打断这位现场的观众 甚至重录或者干脆剪掉 但制作单位却让这一段给播出去了 我想喜欢任贤奇的歌迷 应该也只会玩耳一笑 但如果对他没有特别喜爱 甚至原本根本不太认识他的话呢 说不定还会觉得 这个艺人怎么反应这么迟钝 还不如那位唱作俱佳的观众 昨晚的辩论给我的感觉 就跟当年的那个综艺节目一样 假如我们把它认真地看成一场 有严格规定的辩论比赛 毫无疑问的 不断地犯规打岔强化 识问驱达的川普呢 绝对大大的输给拜登 就像许多媒体与政论家 还有知识分子的想法 更完全符合CNN民调的结果 但我想川普自始至终的设定 就不是去辩论 而是去参加真人实境秀 而且是那种由观众票选 不是由导师在评分的那种真人秀 川普的民调目前落后拜登 虽然从理论上讲 他应该要设法去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 扩大他的票源 但由于川普的作风本来就极端 加上霸气与不拘小节的性格 要他震惊八百地去深论 基本上不会是拜登的对手 甚至反而会让他原本的支持者 觉得他太懦弱了 因此川普继续放飞自我 本色出演 就像那个本来就是小贩的观众一样 根本不管节目设定的规矩 上场之后先声夺人 让对方没有开口的余地 用声势压倒对方先讲先赢 因此川普会这样辩论 其实毫不令人意外 因为地摊小贩跟流行歌手的 诉求方式与对象原本就天差地别 如果小贩也去跟歌手拼rap拼唱歌 反而变成四不像 甚至自曝其断 昨晚的辩论 如果就论述来看 双方的内容都了无新意 甚至会采取攻防的一些点呢 也都早就在外界原先的预期当中了 因此辩论过后 双方支持者也只会关电视睡觉 然后各自归队 对于选情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这当中呢 还是有几个点 值得我们大家关注思考的 第一 尽管CNN的民调显示川普大幅落后 但不要忘记了 这个民调呈现的是 观众对于他们两人在辩论会的表现 而不是他们的支持度 2016年川普跟Hillary Clinton首场辩论会之后 民调是27对62 Hillary领先的幅度还更大 因此 昨晚的辩论呢 也只能作为选情的一部分参考 第二 川普虽然野蛮 但也借此展现出他的精力旺盛 也间接的对关于拜登的年龄和健康方面的疑虑 做了相当程度的对比 而且也更会因此鼓舞他的支持者 第三 这次跟2016最大的不同 就是当年川普是政治素人 没有包袱 如今他在充满争议的三年多任期之后 有太多的点被对手于选民质疑 特别是报税的问题 更可能会让他的草根支持者 觉得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他昨天面对拜登强调质疑的时候 都只能含糊的说 他也缴了数以百万计的税 却讲不出具体一点的说明 这个也势必会成为他的硬伤 第四 下一场电视辩论 将会在10月7号举行的 副总统候选人辩论 以往副总统辩论会都不太吸引人 但我个人认为 这场唯一的副总统辩论 很可能是这一系列四场辩论会当中 唯一一场比较会像辩论会的 而潘思跟贺锦丽 不管是谁当了副总统 影响力也将会大于一般的副总统 甚至还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接班人 因此也值得关注 俗话说 秀才遇到兵 有理讲不清 昨晚的辩论就是如此 但我要再次强调 秀才跟兵 本来就不是同一路 支持者也不一样 但跟中国传统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秀才未必不想当兵 兵也未必会羡慕秀才 昨晚主持这个辩论会的 是72岁的福斯电视新闻台的主持人华来士 相信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 觉得他实在很辛苦 因为他面对74岁的川普跟77岁的拜登 维持秩序的时间 居然比发问的时间还要多 在中国 三位老人福禄寿三星同台画面 肯定是一片祥和之气 但场景变成美国总统辩论 就大大的走了样 只能说 事丰日下 人心不顾了